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你不知道 不知道有什麼那麼弱 不懂一件事有什麼那麼弱 是你們才會覺得 差別的人才喜歡扮厲害 厲害的人是不會隱瞞自己不知道的 知道多少東西跟厲害不厲害沒有關係 是差別的人才經常在這裡扮知 還有怕被人知道自己不知道 這就是一個弱的 這就是視弱 其實就是具體地展示自己有多少弱 這兩個教授是心理學專家 他說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這條線是什麼呢? 你估計自己的能力是多少 他將人分為四種 就是最懂事的人 沒有那麼懂事的人路去到最差的 他首先還沒做這個測試之前 就問他 估計說一下自己懂多少東西 然後就估自己會有多少分 一條線就是 他估計自己的能力 一條線就估計自己有多少分 你看到結果如何呢? 這個是最水皮的人 這個是最厲害的人 能力是這樣上升的 但是你發現 最水皮的人 估自己是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和這個的差距是最大的 最厲害的人 估自己在這裡 反過來 他是低估了自己的 去第三級那裡幾乎重疊 就是說越無知的人越覺得自己厲害 以及預估自己的成績好厲害 明白嗎? 這個就叫做達克效應 他說這個達克效應 是一個認知的偏差 就是你對自己的知識 自己的認知能力 是有個誤解的 那些不理性的人 因為沒有考慮清楚 知識不夠 而作出了錯誤的結論 他們是沒辦法認識自己 是不懂事 因為你要有能力才認識到自己不懂事 也沒有辦法分辨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的 能力欠缺者 就是沉浸在自我營造的虛幻優勢裡面 感覺很feel good 因此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高估自己的能力 不能夠評價別人的能力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個level 無知的人裡面 懂得一點的人 最覺得自己厲害了 所以說懂得一點扮代表就是這個意思 你明白嗎? 容易產生強烈的高估 因為他有些地方比人厲害 於是他就看不起人 你明白嗎? 所以最容易就是懂得一點扮代表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 一瓶醋是滿的 你搖它就沒有聲音 半瓶醋你搖它是最響的 我十幾歲的時候已經聽過 一個比喻 你問一個完全什麼都不懂的人 電力是什麼 街邊的人呢? 那個人呢 電力我當然知道了 電力是什麼? 啪個按鈕就開啟了 那就是電力了 你知道嗎? 這就是典型的答案 到了第二個level 你是有中學的 就是物理學知識 電池是一種能力 你覺得你懂的 你就會加以解釋 到最後 你一個大師的人 你問他電力是什麼 他回答不了你的 這件事是複雜到 你知道嗎? 我們從哪裡開始解釋好呢? 世界上有四種能力 其實電磁力其實是不是 以及弱加護能力有相關 力究竟是什麼 你involve很多的解釋 於是那個人站在那裡 蘇格拉底 最喜歡問人 他說我 知道 我 I know nothing 去到大師級就知道 其實真是所知 其實在世界這麼多的知識之中 等於不懂事 我根本就不懂事 愛因斯坦 一樣比無知更加危險的東西 就是驕傲 而覺得自己懂 這個 達爾文說 無知 是經常比你更多自信 比起知識而言 因為那些認識得很少的人 不是那些認識很多的人 是覺得這些問題永遠都不能夠解決的 無知的人比認識的人更有自信心 這個我經常都說的 這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說這些哲人 你未必相信他整體的哲學 但是他經常充滿了智慧的火花 孔子說 有 只有 悔與知之苦 我教你 你知道嗎? 我教你 你知道嗎? 知知為知知 知道就是知道 知道自己知道什麼 不知為不知 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是知也 這個就是知識 知道自己不知道 莊子 吳生也有癌 就是 我經常都說 段章取義最出名的就是這句話 我小時候讀書永遠教你 吳生也有癌 我們生命都有盡事 而知也無癌 知識也無窮盡 所以我們要勤力讀書 什麼叫段章取義就是這樣 原來後面有一句 以有癌 除無癌 泰耳 以有癌的生命 追求無癌的知識 是非常危險的 你永遠都追求不到的 莊子其實是這樣說的 好了 人貴有自知之明 這就是老子說的 老子道德經 知人者智 我講過很多次 智知者明 你究竟明不明 我都說了三大問題 我問你 性人者有力 智性者強 三大問題 大哉三問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究竟你想你的人生是怎樣的 第三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是一個很笨的人 譬如我知道 我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是一個很勤力讀書的人 譬如你是學生 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喜歡不聽你爸爸媽媽說的 你喜歡出去踢足球 你首先要明白他自己 然後你想怎樣 我想考試考第一 回來爸爸媽媽掌東西給我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天天踢球打遊戲機 明白嗎? 這三個問題一攤出來 你就知道自己是多麼荒謬 喏 勞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自信 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這麼多自信的人是什麼人? 習主席 他說永遠快樂的秘訣是什麼? 不要跟傻人理論 我覺得你說錯 對你說也沒有錯 他不會跟你理論 千萬不要跟傻人理論 一個這麼充滿自信的人 是很可怕的 我最怕的覺得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